来了 来了 对呀 你们几点走了 我们九点从家里走 那差不多了 来就来了 很久没来了 大家好我是表嫂 来了德华肯定要到我家小姑子家做客 她家是在山腰上 德华是地处闽中屋骑 然后山林多 竹林资源特别丰富 也是有中国竹子之乡之称的 那我小姑子说叫我过来做客 他要带我去砍竹子 用这里的竹子做竹筒饭 还有做苦菜大长滩 这两道菜是当地的一个特色菜 我小姑子的公公 他带我们一起去砍竹子先 现在我们是要开始制作竹筒饭 再炒料 这也是我们德华的特产 特产 我家小姑子每年都会拿很多笋 里面都有加了红萝卜丁 然后鲁冻骨丁 然后就是花生米 香菇 还有那个海力干 配料炒完了 现在再装糯米 配料跟糯米一起装进来 用这个白萝卜塞 给它分住 现在竹筒饭已经饭里面烤了 要烤两个小时了 这个是德华第一汤苦菜大长汤 传说是有臭脚鸭子味 但是我没有闻到那个很臭的臭脚鸭子味 但是味道还可以 这个汤是要炖三个小时 这个已经差不多快起锅了 是晒干的苦菜 然后拿来炖 这个苦菜它是可以清凉降火的 他们说夏天喝这个汤很好 然后这个是炖的猪蹄 它这个焖的是排骨饭 排骨饭里面也有加了这个苦菜 哎好香啊 真正的绿色产品 很香 然后那个米炒的就是有一点 锅巴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苦菜大长汤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苦菜大长汤了 尝一下 有一股炒药的那种味道 但是你尝一下它会回感 他们说德华人吃这个 就是要回忆以前的艰苦岁月 珍惜当下的 对 对 现在是大家都比较幸福 吃一个大长 不要看黑乎乎的 都是精华做菜 阿姨给你灌了 这一定你灌了 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待遇 把那个糯米灌在这个大长里面 然后拿到里面煮 然后就煮了我一个 太不好意思了 试一下 这个 今天有熟吗 有熟 谢谢阿姨 很香 不用了 这个糯米吃起来很香 它这个吃下去 刚吃的时候是有口感不怎么好 但是有那个回甘 真的有回甘 然后这个是葡萄排骨饭 它是直接用那个大锅直接蒸出来的 好好吃 真正的竹筒饭 超香超好吃 烤出来的竹筒饭 吃起来很糯 很香的那种 没有吃过 应该在外面也吃不到这么真正的竹筒饭 好 这个就是德华的那个笋 笋 对 竹子多 肯定笋又多 那今天除了这个竹筒饭 是比较特意去做的 其他就是比较日常的当地 比较爱吃的一些菜 那感谢我的小姑子 让我这么有幸的吃到 那我们就要开始吃饭了 因为他们都不好意思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